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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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获得监管部门大力的支持 连同瑞士当局快速介入 贷款最多500亿瑞士法罗比瑞信 平息信心危机 似乎为央行继续加息对抗通胀提供空间 门偶就样行昨晚宣布继续加息半离 市场估计超过92%的机会 美国联储局下个星期都会加息四分一离 不过见到恐慌的情绪减退 避险用的美元有回徒 美汇指数由一个星期的高位回落 亚洲市落到104的边缘 美元一回之后 而且看投资气氛有改善 金价连续升了三天 去到1930美元附近 在一个半月的高位徘徊 现在最新在1,928美元的水平 看到资金流入到人民币 看到香港和内地的股市都明显有得升 利安人民币曾经升350点指楼上 去到6.85对1美元的水平 现在最新在6.8709 看来澳元和新西兰元似乎有得受惠 曾经升到0.5%以上 当中澳元连续升了第二天 去到62.4美元的水平 现在最新在1,67.05美元 不过留意 看到澳洲和新西兰 有影响力的西太平洋银行 预计金融危机升温之后 澳洲4月份会暂停加息 而且今年之内可能只会加息一次 我们今天请来嘉宾郑幅 和我们一起分析一刻回事的事况 Patchettin 你好 你好 Jasmine 美国多间大型银行向一些中小型的同业注资 其实你觉得是否反映了银行业的危机 已经有缓和呢 还是要提防再在其他地方有些风险出现呢 如果局势真的暂时缓和了 平息了 你觉得下个星期联储局 是不是都会加四分一来呢 先说联储局 我觉得有权是暂停加息的 当然它也可以照加息的 但是你觉得四分一来 你说去压通胀 因为通胀都落到6% 还有去年的高基数效应 将会令到美国在上半年的通胀率 是持续下滑的 但是去到下半年之后 通胀又会站定和再次上升的 所以这段时间就算你加不加都好 下半年如果通胀再升的话 它都要加息的 很大机会 暂时停一停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我相信市场也不会太care 它究竟加四分一还是不加 甚至是除非加半厘而已 影响比较大一点 你说银行业方面 其实影响我担心是 可能会不会达到一些对冲基金 尤其是持有一些所谓风险资产 或者是crypto 即是虚拟货币这些基金 举例就是说如果有些投资者又捉钱 其实银行最大的问题 就是怕剂提 你对冲基金如果是有些熟回的话 甚至是被银行召唤你个孖展 即是说不够 很多都是用杠杆去做的 召唤你的话可能那些基金就会倒下 一个年一个的时候 可能那个影响也会再浮现 现在这个救亡 其实你看到就是 美国很多存户就将些钱 就由小银行转去那些大银行 但现在大银行联手是泵水进去那些小银行 即是说你把钱放在我那里 其实我都可以帮给那些小银行 即是你不用搞了 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稳定市场信心 没有了剂提的话 其实可以稳定回来 至于你说虧钱那些 就是投资的失误 我想这方面 亦都联储局开始会做一些事 譬如加强监管 是不是要求那个银行的储备 就是譬如说那些一级资本 要提升这些 在这方面去监控 但已经发生了的事就很难挽救的了 但是暂时看就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大家都看一看 追问多一点点 Patchel 你觉得有机会 会消到下去对冲基金 或者是一些虚拟货币的一些行业上面 如果真的看下去了 你觉得这个风险有多低 会不会产生一个金融危机的机会 还有如果真的加息的步伐 下个星期真的加四分一来过 你觉得对美元来说 有没有一个支持在用 先讲讲加息 如果是四分一的话 它的息差都是拉阔 但是重点都是要看回 其实一直都是讲 3月的projection 究竟联储局是预期 举例加四分一的话 下半年的息口是怎样行呢 因为剩下四分一的话 你加上五月的话 就六月份都要讲的了 这样就看它会不会调整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 这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联储局是有机会按兵不动 就是不要将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 再加一个变数在这里 因为你的息口如果是上调的话 你继续加息的 就令到市场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 毕竟因为爆煲都是联储局有直接关系 间接关系 因为持续大幅加息 令到成本上涨 而令到很多初创企业比较难借钱 结果就捉水 然后导致下面的因素 就是一些兑捏不了 变成又盖不了水 变成爆发了一个问题 但是暂时看就没辣到一些大银行 所以暂时看就风险太大了 那美元方面呢 怎样看美元之后的走势 暂时看就 我会觉得你看到的息口都落下来 就是债息落下来 其实都是有个避险因素的 还有就是说 那个衰退的风险是否已经消退 暂时都没有 所有指标不是一致指向经济维持强劲增长 因为可能会那个美国的薪酬升幅或是扩大 令到联储有一个进一步加息的可能 而导致一个所谓需求方面的通胀上升 这样的情况大幅加息最终都是会引发经济衰退 而且那个风险仍然在 还有一些指标都是指向今年发生经济衰退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经济衰退的时间应该是短暂的 毕竟现在的劳动市场都是强劲 但是我们都不能忽视很多大型的科企 一些企业在财源的 也有一些是继续减少招聘财源 这些是继续的变成了其实市场是比较混乱 不可以完全摆脱排除衰退的可能性 所以这一点其实央行或是投资者都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在持仓的部位上 是比较审慎一点就不要太进取 好啊 见到近期有不同的风险出现了 风险位纳就回升了 亚洲市来说见到人民币表现都很散镜的 短期之内你觉得可以上网到什么水平 暂时人民币七算那个应该 就是美元上不了 短期6.9这些位都有机会支持 人民币来说 那下面可能6.6这些位 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阻力位 好啊 看看澳元那边 因为商品货币刚才也说到 澳元都是受惠做好的 有分析说澳洲四月份有机会会暂停加息 你觉得会不会限制住澳元的前景 如果暂停加息的话 对澳元未必有好处 因为它的息口是落后的 如果息差没有一个收窄的情况 澳元是受压的 但另一方面要考虑 就是内地经济复苏这个因素 会不会对澳洲有一个支持作用 但澳洲就比较受环球的经济 或者是大环境影响比较重一点 毕竟它都是资源类的出口国 所以就在那些铜铁铁出口方面 就可能受到经济那个 或者下滑的影响 所以其实两边拉扯之下 澳元未必跌得很深 但上面似乎七十美先这个位置 是比较大的一个心理阻力 好,我们看看欧洲那边 欧洲央行最新情况之后 再请教Patrick 见到欧洲央行实践之前的指引 再加息半离 又强调银行体系和资本水平 比起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更健康 加上美元、亚洲市回落一点 欧元连续升于第二日 企稳在1.06的水平 最新报1.0646 Patrick请回来谈一谈 欧洲央行那边一如雨期加息半离 其实你觉得这次最大的分别 就是这次没有预示下一次加息的步伐 究竟是怎样做 其实你觉得是否要看银行业的危机 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 还有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 欧元来说是否暂时都没有一个明显方向 主要是上落市为主呢 要留意拉加德在会后声明里面 即记者会里面有说到一点 就是说最新欧洲央行的预测是根据2月15号 和3月1号的一些数据去预测 变成没有反映这个银行危机 可能这一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他们再去搜集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不是对欧洲的经济影响是有很大的 可能令到一个下滑的情况 这一点可能左右他未来的加息也好 会不会是直接停止加息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都要留意未来的欧洲央行的一些讯息 他们要公布了 欧元就真的好看这件事了 如果你说未来他都是可能停止加息 突然间来的话 因为市场现在预期下一次都会加半厘 接着6月7月再分别加多0.25 即是再加半厘 息口是上到大概4厘半的水平 这样看的话 如果是停止的话 变成一个息口没有一个拉近的话 欧洲经济其实都是这样一刻 不是特别好的 欧元的压力会大一点 暂时看1.05是一个心理位 未必会穿得到 但上面你说要上回1.08甚至1.1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太大 我自己看就 好啊 即是欧元来说 就看着支潮是1.05 不过如果再上的话 都未必要先观望 今天多谢Patrick的详细分析 会市焦点看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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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下午看看會約港股最新造價 排頭為騰訊繼續維持百分之一國外升幅 在341位置 至於百度今日有雙位數的反彈 到下午大約1點左右見到全暫時的高位 當時的升幅曾經去到1成6 現在升幅收窄一點升到1成3 做在142.1仍然是表現最好籃籌 至於盈富基金跟著大市升到百分之一 阿里巴巴升近七毫半 至於美團升近兩半 本人造在128.8 6至10位方面有些甚麼立即看 第六位李寧公佈完業績之後差過市場預期 還要毛利率收窄 股價要向下 最新跌超過百分之九 做在57.8的位置 至於友邦今天可以回升 來到下午最新可以保持百分之2.1的進帳 暫時在78.05元的水平 中芯去到下午都升多了一些 現在是表現第二好籃籌 升幅去到超過百分之七 另外京東就轉跌 跌著1.3 若名生物來到下午 繼續要向下跌著百分之3.2 看看其他的藍籌股 匯控高開完之後要轉跌 到現在下午跌幅去到接近百分之一 今天最低落到53.1的位置 最新53.4 至於中移動今天再見了52周高位 來到下午升到1.1毫半 港交所升幅百分之2 煤氣都可以靠穩 今天會公佈業績的 股價可以升到良先 做在7.2毫 找了嘉賓出來一齊談談整個大事 有Matthew在 HelloMatthew 你好 你好你好 現在我們恆子來到下午升幅又再收集 一點 本身去到中午的時候 A股那邊強勢一點 曾經升過百分之一 當時也看到 北向資金 大舉有過百億去流入A股 不過現在那個流入的幅度 又再去少一點 A股的升幅也收集了 去到我們講股了 過去幾天 其實一直在250天線樓下 受制住這個位置 接下來現在怎麼看呢 是否波動一直在這個位置橫行居多呢 這個情況就比起 早前是有些改善的 起碼央行開始意識到 今次的銀行風潮 如果再蔓延開去會有問題 所以都很快保障一些存戶的安全 亦都提供一些流動性 暫時見到市場恐怖情緒 就有少許平息的 還有大家也都預計 接下來的息口未必說會再加太多 對股市特別升行市場 都會有幫助 港股這邊其實經過了 二月份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去到三月份 其實調整勢頭都還會持續 現在跌到股值都挺便宜的水平 近期趁著似乎開始 有一些因素的改善之下 會有機會做一些短線反彈 暫時萬九點附近是一些比較好的支持 淡不淡回兩萬點 樓上可能就要看看 之後譬如銀行業的事態變化 和央行下一步在息口去向那些行動 才可以再做一步推動 下個星期都多焦點 除了聯絕局議息之外 還有一些重磅南銷股都會公佈業績 騰訊美團分別星期三和星期五公佈業績 會不會下個星期市況都比較短 近期波幅是增大了 因為下個星期消息都挺關鍵的 尤其針對著藍籌股的業績也好 或者是聯儲這次意識 我相信會受到市場相當關注 除了究竟它的打壓通脹的定調 會不會有一些調整之外 究竟怎樣應對這個 最近銀行業的風暴 其實都是相當關注 現在似乎比較大機會 就是加二十五點字 但是後續的行動 會不會有一些稍為放緩 甚至提早的適合可以見頂 這個意識結果 我想都會給大家幾多啟示 我們現在就暫時整個大市 我們唯有繼續看著各項的這些因素 現在市場對於聯儲局加息的步伐 其實就繼續變 不過現在最新仍然是接近八成半機會 預計下個星期就加息四分一 暫時看五月加多一次 去到5至5.25的水平 不過Mathieu現在說真的 你剛剛提到 現在都是在等待外圍的一些因素 究竟是否銀行的風波開始平息一些 不過在這個市況之下 市場資金不知道是不是在找避風港 看到不同的一些其他的資產 開始有些追捧 比如比特幣 其實最近強勢的 去到剛剛最新的價格 也是從上去到25000美元這些位置 都建立大約九個月的位置 還有一些貨幣市場基金 在過去一個星期 即是今個星期三過去一個星期 看看美國投資公司協會統計 美國貨幣市場基金就有超過1200億美元流入 說說是借近三年來最多的規模 大家在看是不是開始在找避風港 避風港會不會在這些市場上 石油ETF都有資金流入 不過大家看過原因 就說因為油價跌而去撈 Mathieu你看法是怎樣的 我想最主要都是大家看過 息口去向有機會逆轉 見頂的時間表會比之前預計中早 變相就對資金尋找其他資產的回報 會更加積極 因為美元的轉弱和長債息率的回落 都會對其他資產的估值有幫助 無論是貨幣基金也好 比特幣也好 我相信都和美元轉弱 大家去尋找一些新的機會有關 至於你說油價來說 最近其實都調整了不少 今年大家看整體疫情之後 原油的需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復甦 趁著最近油價調整那麼多 有資金流入去撈底 也不是太奇怪的事 但我想最重要就是大家看 接下來可能央行的貨幣政策 不會好像早前預計收到那麼緊 大家開始做定一些部署 找一些新的機會 比特幣其中一個 價格上去的憧憬 其中一個都是看著聯署局 可能就快將完成這個價值周期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次只剩下一點時間 簡單報一報這個連升榜 回來再請教你有什麼心水 連升榜上見到有兩隻熟口熟面 統一企業和康師傅 食品股連日都上榜 見到統一最新連升到七天 累積升幅到兩成 康師傅近日獲得大行調高目標價 五日之間累積升幅到百分之九 還有一些醫藥相關股 康芳生物旗下的一些藥品的銷售 好過預期 帶動到股價 股價連升五日 累積升幅到接近一成六 還有數下去 歐蘇丹同樣是連升到五日 還有一些公用股都上榜 共和中電還有煤氣 同樣都上榜 華電國際亦都是連升到四日 報住這麼多 稍後回來請教一下Mephew有什麼心水 一字財經消息 市場擔心流動性危機不斷蔓延 美國多間大型銀行聯手 向第一共和銀行存款300億美元 期望重振外界信心 避免更多中小型銀行出現擠提的情況 美國直供銀行突然倒閉之後 美國不少存戶將資金由中小型銀行調到大型銀行 外界擔心第一共和銀行會是下一間爆發擠提的銀行 公司市值過去一個星期已經蒸發三分之二 為了重振市場信心摩根大通花旗和高盛等 11間大型銀行聯手 在第一共和銀行存款合共300億美元 據報初步承諾存放最少120日 彭博報導這次業界自救的行動 在這個星期二美國財長耶倫 和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通電話時提出 是否有個別的中小型銀行 其實會面臨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這個是有機會發生的 因為始終是在一個高息的環境之下 很容易會見到一些所謂黑天鵝的情況 如果是真的見到有這些比較嚴重一點的 一個流動性的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都是可能會以一個資金的投放 重量的方面會增加 從而令到憂慮會減少 整體的金融穩定來說 我相信風險還是可控的 他說美國聯儲局向財困銀行 提供短期資金換貨危機的同時 會繼續加息壓抑通脹 截至星期三的一個星期 聯儲局通過貼面槍向銀行借出的短期資金 達到破紀錄的1500多億美元 明顯高過金融海嘯那時的1100億美元 連同其他融資計劃 合共已經注資3000億美元 流動資金危機只能說暫時緩和 但未解決問題根源 即是過往迅速加息 對金融業資產和負債所造成的影響 整體資金壓力也未消退 例如第一共和銀行獲得巨額存款之後 仍然要暫停派發股息保留資本 路透就引述消息 加州地區銀行Pedwest 也都面對流動性問題 要和投資公司初商補充流動資金 無線電視 黃文軒報導 服裝銷售商卡賓去年業績轉型為規 虧超過7520萬人民幣 前年就有1億6800萬人民幣利潤 期內收入下跌超過一乘三 去到超過11億8千萬人民幣 不派末期息 不過前年的末期息是有3.4港元 財經消息到這裡 多謝收看 本節目時間了 現在在內地股市方面升幅收窄 上陣在日中低位附近 我們行指亦都升少了 最新升231點 正在19433點 總成交955億多 馬上找Matthew出來 和我們跟著連升連跌榜 Matthew 你好 你好 我們上一節尾的時候 數一下連升榜出來 裡面有沒有哪一種你心想可以選擇過 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華電國際 最近這些電力股普遍都有不錯的表現 就算大市調整的時間 他們的調整幅度都遠比大市輕 近日都指出不錯的聲勢 我相信第一 當然大家看過煤炭價格 有機會因為隨著供應增加 可以有一定程度回落 幫他們的成本減輕 第二 今年的發電量 會受惠工業的生產活動的改善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看回現在的估值 其實這些電股普遍都是單位數字市盈率 都在派6厘過外的息率 都符合現在市場普遍的喜好 就是便宜估值有些高息的派 所以近期這些股份我相信都會繼續有資金去追捧 是否要中長線去看呢 還有現在的目標價位你會定到哪裏 我想如果你說看中短線的 其實它在今年2月中和去年9月中的時間 都有兩個頂部位 大概就3.8厘半那些位置 可以作為一個第一個目標先 如果你看中短線的可以這樣來參考 如果你說拉長線來看的 去到年底會不會受惠到內地經濟做一步復甦的時間 帶動電力股的股價衝破4元以上 我覺得可以逐步觀察 但我想現在看來的股份 無論技術走勢和基本面都在改善的話 都可以適合作為中短線這些部署 我們現在暫且拿回去年9月份的高位 3.8厚半作為現在的一個目標位置 留意華電國際其實之前亦發了一個刑警 它就說預計去年那個虧損可以收窄 去到2億人民幣 又或者甚至可以賺到1億人民幣 見著股價來說 今天就逆市要向下 去到下午仍然要跌 捱近百分之一 做在3.3水平 年升波裏面有兩種想跟進一下 Maphil 你剛剛提到 其實聯儲局現在去到真是加息週期尾升 如果是加息週期尾升 公用股 比如說中電 煤氣這些 去看回收息 中長線去看 你覺得能否修得過呢 的確對公用股來說 如果息口見頂的時間 對它們吸引力會有一定會增加 尤其是最近大家看看美國10年期債息 由早輪4厘那些位置落回來3厘半以下 這個都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大家都會拿10年期債息和公用股息率 去比較 究竟差距那麼夠闊 現在開始有些確闊的話 其實對它們的估值是有一定幫助 當然我想除了看息口的差距之外 都要留意自己本業 是不是可以出現一些改善 兩者比較似乎 中電的情況會相對穩定一些 而且在估值上也相對會比較合理一些 在這些位置我會稱先中電多一些 如果真的要選擇作為一個收息選擇 可能中電會比較吸引一些 中電其實都見了一個月的高位 最新仍然可以靠找到 留意預測市盈率大約是13.1倍左右 預期的股息率大約是5.4厘左右 既然是這樣 我們轉看看連跌榜當中 有沒有一些低殘的 又可以撩得過 看到這個連跌榜上 宗教控股又是熟口熟眠 股價連跌了8天 累積跌幅都已經去到超過1.8 另外還有一些若股 若名康德 下星期一會公佈業績 業績之前見到股價已經是見到2個月的低位 還有這個信義儲電 8.328 5日之間累積跌幅去到1.1 股價更加見了4個月低位 同樣是下星期一會公佈業績 另外還有中閘車輛 不過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Lap就北水連續11天是剩賣入 不過對股價似乎不能支持 5日之間累積跌幅去到超過8% 另外還有國際業務居多的保險股 4日之間累積跌幅去到 挨近1.5% 見了兩個月的低位 亦都失手了一條100天 還有李寧上榜 公佈業績之後 股價連跌第4日 最新的累積跌幅 已經是去到超過9% Matthew 選不選得過 入面就 最近雖然市場跌幅 但他們的跌幅都比較顯著 那一批 似乎暫時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對象 好 似乎這些弱勢股 我們可能暫時繼續避一避 李寧仍然是表現最差藍籌 跌幅去到現在都繼續接近一成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爭取時間幫家庭觀眾回答問題 我們幫一下Apps的觀眾Alan 他想問一隻狗子2689 他就沒有貨的 就問什麼價位可以買 是不是形成到上升趨勢 最近走勢跟市場跌得比較多 雖然近幾天就有一些反彈 但市場似乎對這類重資本投入 有債重的公司來講 興趣都不是太大 因為就算息口見頂會有些幫助也好 但起碼高息環境很可能 都要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變相對這類股份都是有一些壓力在 我建議如果想選中資股的 仍然向著股值比較低 而且派息水平吸引一些的行業 去選擇會比較理想一些 不過現在看著狗子和一些子股 最近開始傳說 紙張價格又再加價 你覺得這些是不是都對業績沒有幫助 還是始終都受著外圍因素方面 繼續比開呢 加價其實應該是有一定幫助的 大家都預計如果成本 現在原材的成本沒有加那麼緊要 而終端需求改善的時間 自不然對它的毛利率會有一定幫助 但是始終這些行業 其實週期都是比較短的 大家看不清究竟可以維持多久 變相在股值上很難說比得太高 尤其是大家經歷了去年 其實整體的業績都比較一般 所以我自己就會看得比較謹慎 始終這隻都是要保守一點好 最新狗子來講 來到下午升近超過百分之一 今天就上市條十天線了 我們聽一下家庭觀眾電話 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想問 劉女士在這裏 劉女士你好 我問這句華雄編導體 好 有沒有貨嗎 我只是36元買的 我問他會不會起36元呢 如果不會 我指示要起什麼位呢 勞勞你 36元位置其實跟52週高位不遠 52週高就在36.5這些位置 Matthew有沒有能力再破到頂 又回到家鄉有些水位賺一下呢 最近的技術走勢就其實挺不錯的 你看回去都是一路在全部兒童平均線之上運行 半導體股現在主要有兩方面炒作 第一就是建望今年 當下半年一些智能裝備需求回聯的時間 對這些半導體的需求都有幫助 其次當然是希望內地會加大一些行業的補貼 扶持的政策 令到他們進出了一步改進 對整個板塊的估值都有提升 現在其實他36個幾萬可能都坐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說再看上去的 我覺得都有機會的 最近的走勢都有些成交配合 如果你說擺回指示位的 我覺得就擺在20天線左右 在32元左右的水平就可以了 希望這一轉可以再一步衝上去36樓上 到時可以考慮逐步減遲 好 那我們暫時看著回家鄉作為一個目標 之後再看看什麼減遲 去到下午升多了 最新升幅超過7% 在1個月高位 另外同業中心都可以升到8% 這次麻煩了Mephy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港股來到下午還可以保持升勢 一度可以保持升到200多點 在盛市之下 跟大家看看一些建了52周高位的股份 看到當中包括一些電信股 今天三隻的中資電信股都可以升 當中中移動建了52周高位 升超過2% 至於中興通訊升超過8% 今天石油石化股都做得不錯 當中中石化升超過半成 看到油價方面中止三年跌 今天中石化的H股 建了三年的高位 A股來說都曾經升到半成 建了接近四年的高位 至於基建相關股 今天表現得相當不錯 當中包括中鐵建升超過半成 而中膠建升超過4% 看看做得比較差的股份 看到52周低的股份 當中亞洲資源折讓1.8% 發生股 集資1128萬 現在看到亞洲資源跌超過7% 至於廣企現在跌不到1% 消息層面上看到 他們推出每一架車最高的補貼是8萬元人民幣 不過今天股價偏遠 佈4.72% 鐵貨跌超過半成 宏光半導體現在跌超過1成2% 叮噹健康跌超過半成 即使麥博看到這裡 本節目時間了 這一支身邊嘉賓有Konita在這裡 和大家看著市場 你好Konita Konita 和大家看看港股上升的情況 看到港股下午就變動不太大了 大部份時間都保持200多點 300多點的一個升幅 資料曾經高位逼近19,600的水平 蜜藥幕都升了最多有400點左右 現在這一刻就升200多點 Konita 都要立即請教一下你 後市來說 港股的方向會不會都清晰一點點 我想目前來說還是比較上落為主 當然這個星期你看到 其實如果大家覺得每天似乎都挺刺激的 一是升400 跌500 或者是升300 但是你看到來來去去 其實都是講700點左右的上落 即是那個range 雖然你說現在看到好像不是很多消息 外圍的金融警方又是這樣 但是正因為這些事發生 但是又不知道究竟發展會怎樣 會不會說現在真的已經是最壞的情況過了 還是還會有些衍生什麼問題出來呢 所以大家其實做好做淡 都不是說這麼放心 所以令到大市繼續在1萬9、2萬的位置 照今個星期你看到其實 1萬9800已經兩次去到那些位置 就行人止步了 還有幾條主要的移動平均線也好 或者甚至你說要補回列口位也好 其實都是在1萬9800至2萬之間 所以我想在下個星期 尤其是聯絡議息之前 會不會都還是比較偶些 還是這個星期周末裏面 有沒有什麼事發生呢 這個都是要留意著的 否則整體都是在1萬9、2萬點的位置 還有下個星期也有些公司企業的業績 譬如說騰訊 接下來下個星期也會公佈業績 可能市場也會繼續 很多方向波動一些 是的 其實我想業績 你知道如果是12月結的那些 那3月底前也要公佈的了 所以這一個多星期 都是一個重頭戲來的 騰訊是關鍵的 陳迅你看到在業績公佈前 其實股價比其他幾隻主要的互聯網平台股 是相對硬正很多 那會不會大家在等業績 如果這樣的話 除非你說加息那裡又舒緩了 到時新經濟股升 它都應該有份 否則的話 你變成現在這段這麼硬正 到時業績出來如果沒有什麼驚喜 反而我擔心就會有些調整在那裡 如果說這麼多隻裡面 正乎這隻的勢都是比較強一點 是真的 今天都可以有份推動過市 最新騰訊都在升1%國外 不過今天來說 見到十天線的位置 好像都有些阻力 最新就佈在341.6的位置 這一節我們跟Anita跟一下 中節頭股份 中節頭股份很多 但今天有幾隻中節頭股份 是破了位的 見了超過一年高位 版面上抽了幾隻給大家看 中移動、中石化、通訊股 中興通訊、中交建、中鐵建、中野 這些都有份 當中想特別抽中石化出來跟Anita談 有價近來都相當波動一點 見到上一天見了一年多以來的低位 大家都擔心會不會真的 銀行業的危機都引發了一些金融的風險 見到都關注會不會影響未來的需求情況 不過見到隔晚那邊 油價都已經在超過一年的低位度 略為反彈回升 見到OPEC加和俄羅斯等的盟友 都重新減產每日200萬桶到今年底 還有一些報道引述他們的代表講到 油價都不會持續跌 和石油供求的情況都沒有關係 近來波動的情況 Anita你看看是怎樣的? 其實油價通常都是受幾個主要的因素影響 一方面就是供應和需求 這是基本的 第二都是受著美元的因素影響 再加上過去一年多 有很多地緣的政治因素 所以令到油價就變得比較複雜一些 不過如果你看到近期 美元下降一些 油價又令人上升 但是油組的言論 其實對油價一樣是有影響 但是今年來算整體我覺得 供應方面應該 你看一些油組的油組家都好 他們似乎都是控制著那個供應的了 而需求方面 如果你說經濟復常 步伐比較快 其實油價也有機會再上升 不過就不會說一個急性 始終俄斯那裏 其實這個政治問題令到俄斯 可能出口的油 去其他國家是多了的 所以變成油股 如果調整的時間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 但是高位就不適宜追 不過始終見到油股 好像突破不太大 油股其實呢 它就慢慢升上去的 比如你看到中石油 中石化 甚至中海油呢 有一段時間是比較黏 但是它一破位的時間 又再上升 都急 所以反為這些 比如好像中海油 正正就是因為 你剛才提到 它受那個油價的影響 就是最敏感的 所以這陣子油價一跌 那它由7個嶺的高位 又下來 去到11元多些 所以其實呢 這些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如果你低位 其實這些就有 這個吸納價值 它說高位去追 你變成擔心又錯誤 還有我想 除了看整體油價之外 基本面它都有改善的 早前的油田 對盤一些新的油田 變成對長遠發展有利 但是就 有一個波幅在這裏 如果油價不是突破的話 變成暫時看著那個波幅先 不過始終三桶油都是 它那個息率是比較高的 是真的 我看到中海油方面 都可以升到4%過外 中石油都升本城外 中石化略為少少 跑贏到同行 其他兩同友的表現 加近6%的升幅 五高分 同樣見證 超過一年的一個高位 現價是4.89 我們這次先跟Panita聊天 待會回來再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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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